大家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教你將圖片上傳到ingbox網站 然後貼上ing代碼 由於這個網站 禁止 許多的論壇外聯 就是無法直接調用這個網站的 圖片 所以這邊 推薦大家用另外一個免費圖站 這個 到了這個圖站之後 點擊upload images 接下來指定你要上傳的圖片 如果不知道要上傳哪張圖 右上角這邊 切換為超大圖示 或者是切換為大圖示 然後選擇你要上傳的圖片 指定好了之後 點擊開啟 這個content 這個 選擇 這個family指的是 一般的家用 adult 是成能內容 看你的圖片類型 你自己 選擇 不下 方 內容 這個 是縮圖的意思 那這個功能 卡了我很多年 有其他的網站 其他的圖站 也有這個功能 但是我一直不了解這個功能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都亂選亂按 然後我 研究了蠻久的 豁然 開朗 突然 頓悟了 突然 想通了 原來那個是 將 圖片縮小到一定的範圍 避免圖片太大張 它是這個功能的意思 像什麼呢 像檔案總管的 像這個功能 這邊的 預覽功能 然後你點擊了圖片之後 會放大 它是這個意思 就是讓你先預覽一下 這張圖片 前面的這個東西 來跟大家比較一下 這個 Square 是什麼意思呢 它會將圖片 上 下 左右 全部截掉 只留下中間的 那下方的resize 它會 縮小 NK10軸 跟Y軸 會幫你處理 像這樣子 這兩個比較 這個我也是研究了蠻久的 才 找到差異 也差在這裡 那這個部分 請大家自己去運用 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是 這個pixel 像 數 這種的 是智慧型手機在用的 那由於這段教學是偏向 要將圖片上傳到論壇 給人家瀏覽 給人家瀏覽 那建議大家選用這一個 500x500x500pixel resize 的 對象 他們只 評論 不接受 就是不接受任何人回覆 給人家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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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簿功能 就不起用 這個 Aidmore T量上傳 然後再上傳其他的 那 這三張好了 開啟 添加過來 這邊是T量上傳 就是你假設有 蠻多張圖片的話 就可以用Aidmore 一次性上傳 都設定好了之後 點擊 START UPLOG 再用這一個 好了之後他會將 那個預覽的圖片放在這裡 就是大概是這樣 那關於 BBCODE 代碼 的使用 請大家參考一下 這裡面的 文章教學 我這邊就示範一下 這邊的 那你可以 點擊一下之後他會 變深藍色 滑鼠右鍵 覆制 到剪貼度 或者是Ctrl加C 覆制也可以 然後貼上 Ctrl加V 或者是 滑鼠右鍵 貼上 給他 控一行 要不然他會全部黏在一起 給他控一行 會比較好 那這個是BBCODE的代碼 保存 有沒有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OK了 那如果你習慣了 這個ingbox 這個免費圖戰的用法 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 註冊一個帳號 才能管理你上傳的圖片 就是 可以使用 那個 相簿功能 就是這邊的 建立 Gallery相簿的功能 就是你要先註冊 完之後你就可以管理 你的相片 他的意思在這裡 這個功能在這裡 這個其他的免費圖戰 也有類似的功能 你要知道 是什麼意思 他的用途是什麼 這段的說明就到這邊 YouTube下方的註解 有一個 訂閱按鈕 大家可以點擊 該訂閱按鈕 訂閱本頻道 謝謝大家 耐心收看 此段 視頻教學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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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